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一兔 今天是2021年的8月4号 昨天中午我已经成功入境美国 过程非常非常的顺利 我跟大家说过进入美国两件事情 一转机因为所有南美国家 在美国出发都比它的邻国出发要更便宜 坐飞机啊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关闭了陆地边境 但是开放了飞机边境 第二个是我有很多事情要在美国来处理 比如说我的这个BOST蓝牙耳机 今年1月21号在纽约的百思买买的 2月10号左右就已经坏掉了 整个墨西哥都没有BOST的专卖店和售后维修 就算寄送返修它也要寄送到美国来 只能再等了真正6个月以后 回到美国的第一天 我就开始一件一件来处理我手上的这些琐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耳机 毕竟我觉得价格还是摆在这里的 买成304美元不到 今年的最新款的一个蓝牙耳机 哇这个质量真的是太差了 但后面是made in China 我说这个不是说made in China质量不好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很惊喜的发现 现在我们国家依然制造的全世界一些比较好的品牌的产品 但是它这个品牌一家下的品牌质量 并没有多好 所以还是有些小小的失望 虽然整体的音乐体验还是不错的 话说回来 我怎么处理呢 第一个我昨天去到了百思买的专卖店 他告诉我这个只能去BOSS的官方店维修 第二BOSS在美国很多专卖店都已经关闭了 第三我得到的消息和我在墨西哥 咨询到的消息是一样的 它这个是一年的保修期和更换期 也就是我现在可以换一个全新的 全新的我拿到手 从我拿到手击苦的那天又是一年 第一个BOSS有这样的一个返还更新替代政策 说明他对自己的品牌质量很认可 但另外一方面也许就是不认可才会有这个 他知道自己的东西会出问题 所以才会有这一个保修返修更新的一个政策 来吸引大家去购买他这个价格还不低的产品 那么经过昨天的一些交流咨询 我决定快速把它寄送回BOSS 当他们收到我这个耳机 才会把新的给我快递过来 所以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不知道两个礼拜能不能搞定呢 那我现在就去他的UPS 赶紧把我这个快的给BOSS的售后寄回去 希望时间上来得及吧 看就是这个耳机 现在耳机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的电池舱已经坏了 一个月不到 令人堪忧的质量 我现在是在迈阿密的一个小礼岛 面对大西洋的这个礼岛 我就是在这里 前面一两百米左右 就是绵延不断的沙滩 配合北大西洋的湛蓝海水 我查到在这个街对面就有一个UPS 所以我现在过去处理事情 USA Mini Post Office 但是它下面还有很多 这种快离公司的图标 它是一个小的集合点吗 是不是可以进去盖个迈阿密的邮车呢 知道 看一下 9点到7点 果然这里只是一个代收点 打油车也打不了 快递呢 它让我打一个标签出来就可以了 我死活死活打印不出来 本来已经连了他的WiFi 说可以从这里打印 现在我只能去关方电了 不行 20分钟 搞定了 搞定了 在了 BOSS还是比较良心的 运费 往返运费都BOSS出了 但是呢 UPS必须要买一个 它的黄色的那个袋子 1.7美元 也就是11块钱人民币左右 其他就没有什么费用了 我问了他时效 是三个工作日就可以到达 那我还比较放心 因为BOSS说的是 4个礼拜内一定搞定嘛 那这样算来 乐观的话 我一个礼拜就可以收到我的耳机 而且我不是信用卡丢了嘛 谢谢一个国内朋友来帮我 搞定了这件事情 到时候我的信用卡 从纽约快递到奥兰多 也只要三个工作日 所以我就没有那么揪心了 好了 这一个事情就解决了 现在去找邮局盖我的邮车 打卡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